当听到院子里传来清脆的高跟鞋声时 我就知道好日子结束了 这是刘姐的脚步声 我装模作样把英语书拿出来 紧接着就听到隔壁空姐柳如烟的声音 她说她刚才下飞机就回来了 就是要看看我这几天有没有偷懒 检查我英语单词背得如何了 我非常无奈只能撒谎地说 这几天再学习别的科目英语 是今天才开始学习的 我走到门口便看到身穿空姐制服 身材凹凸有致 双腿十分修长的柳如烟 她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 让我不要说废话 跟她回房间必须检查 我要背的一百个单词 还说如果我错超过十个 那就要不客气地打我屁股了 显然我找的借口一点不好使 她拉着行李箱 非常果断地朝她家里走去 我对英语真的毫无天赋可言 但看着她那窑窍的背影 我还是不情不愿地拿着英语书 跟在她后面屁颠屁颠地走着 按理说有这么好看身材 还这么完美的邻居空姐 我应该觉得很高兴才是 但事实刚好相反 自从青梅竹马的刘姐成为空姐 每次换班休息的时候 她都会强行逼迫我学习 尤其是学习英语 我刚走进刘姐的闺房 就听到她说让我把英语书给她 让我把一百个单词 写出来错一个就打一次屁股 但不得不承认 这闺房里面的味道很好问 也不知道是香芬的气息 还是刘姐身上的女人味 我无奈地看着她表示 当空姐的女孩子 不应该很温柔很端庄有礼吗 怎么在她身上 一点也看不到这些特征 她的床边就放着一张书桌 我坐在床上拿出笔合本子 她听到我这么说 不由柳梅一束臭小子 我怎么就不温柔 怎么就不端庄有礼了 说着她还在我头上敲打了一下 拿出一副老实的面孔 催促我赶紧写单词 写不出来就不要怪她心狠手辣了 我一边写一边抱怨君子动口不动手 说她这么刁蛮 不知道那些高富帅 为什么会每天围着她转 刘姐确实很受欢迎 经常都可以看到 有钱的男人给她送花送礼物 她瞪了我一眼 说她的温柔不是给我看的 让我不要转移话题 赶紧专心写单词 看到我被她压迫得无奈的模样 她脸上偷偷露出了一个得意的笑容 我愁眉苦脸心想完蛋了 太多 单词写不起 今天屁股不知道要被打成什么样子 但我不能坐以待毙 我抬头看了一眼墙壁上挂着的时间 发现要到六点了 我连忙站起身来着急地说 刘姐 你看马上就六点了 我得回家做饭了 她一眼就看出来 我是找借口想溜走了 还有一半都写错了 看来我不在家 你的学习效率就非常低 注定是找打了 她对我太了解了 根本没有空姐的温柔和端庄有礼 说话时 她已经举起玉手 朝我的屁股毫不留情地打了上来 我没想到她真的会这么打我屁股 不由抱怨我都18岁了 已经不是小屁孩了 虽然她打得我一点不疼 但我这么大了 这已经涉及到一个男人的尊严问题了 18岁的我怎么能忍受被一个 女人按在床上用手打屁股呢 她却有理有据地反驳 说不管我多大 在她眼里都是小屁孩 还说我不好好读书 那就是辜负我爸妈的辛苦 毕竟我爸妈每天那么辛苦工作 就是为了供我读书 其实她读书的时候 成绩也非常好 奈何家庭条件不好 她才没有上高中 而是去了航空类的职校 还好顺利成为了空姐 所以她看到我有那么好的学习环境和机会 还不知道好好珍惜 真是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她没有停手继续打着我的屁股 把她的手都拍红了 我被她打得有些窝火了 瞬间来了脾气不是离我不学 而是我根本学不进去 你不许再打我屁股了 说完我猛的一个翻身 将她反过来压在床上 然后我抬起手 也是毫不迟疑地朝她屁股招呼上去 刘姐你喜欢打人屁股是吧 那我也让你体验一下被打屁股的滋味 但当她屁股上传出一道清脆的声音后 整个房间中好像时间和空间都静止了 她怎么都想不到一向被她欺负的我 今天竟然敢反抗了 不但将她反过来压在床上 而且还用手打了她的屁股 我也愣住了看着我的手 还有趴在床上已经满脸羞红的刘姐 脑袋好像死寂了一样 这回我才意识到刚才的我似乎太冲动了点 面对目前这种状况 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但我很清楚 如果这种时候不抓紧开溜 等她回过神来 那我肯定会来收拾的 刘姐那什么我有急事要去办 我先走了啊回回见 我丢下这么一句话 起身就往外面跑 回到卧室 我把英语书放在桌子上盯着我的双手 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我刚才竟然打了她的屁股 她从小到大 就是我们这里的刁蛮丫头啊 即便现在变成了亭云立的空姐 但我也知道 她骨子里的那种刁蛮 根本没有丢掉过 我已经习惯被她欺负了 当然她不是纯粹欺负我 也有很多时候会保护我 比如小时候隔壁的小伙伴 抢了我的东西 被她知道后 她拿着扫把就追了隔壁小伙伴几条街 直到追上胖揍一顿 才善罢甘休 今天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居然敢反抗和打她屁股了 难不成是我的男子汉意识觉醒了 我心想完了这次 真的要完蛋了 我打了她的屁股 等她回过神来后 肯定会狠狠收拾我 到时候恐怕要被她打成猪头了 这一刻绝美的空姐柳如烟 在我眼里 已经变成了一个女魔鬼 想到她有可能发刀的状态 我头皮都发麻了起来 罢了死就死了 还是先看看我得到的神奇珠子 再说 我趴在地上迅速将放在 船地下的一个盒子拿出来 我刚刚在她家看到时间 要到六点找借口离开 并不是纯粹的撒谎 而是真的有急事 这个急事就和我的神奇珠子有关 我打开盒子数了一下 里面已经有23颗珠子了 按照往日的规律 到了六点钟的时候 盒子里面就会再次多出一颗珠子 变成24颗 我瞪大眼睛反复把珠子数来数去 然后一眨不眨地等待珠子变多 第一颗珠子是我小时候偶然捡到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 每隔一段时间到了下午六点 就会多出一颗 这些年一来 珠子已经从一颗变成了23颗 今天下午六点 又到了会多出一颗珠子的时候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会有24颗珠子了 当时间到六点时 的确没有出现任何意外 我眼睁睁看到盒子里面 凭空多出了一颗珠子 24颗了 我感到很惊喜 不断猜测这珠子 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些年来 这个秘密我一直没有给别人说过 直觉告诉我 这珠子肯定是一个宝贝 但等了这么多年 除开每隔一段时间 会多出一颗珠子外 好像又没有发现别的奇异之处 有什么宝贝是24颗珠子 我不断思索 突然想到了一个事情 风神榜里面的定海神珠 好像就是24颗 就在我想到这里时 盒子里的24颗珠子 好像承受了一股莫名的力量 开始冒出水来 水还一点不少 把我放在桌子上的英语书都打湿了 难道真的是定海神珠 我愣了一下 但还是赶紧伸手去拿英语书 省得英语书被破坏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 还没等我收起英语书 24颗珠子就嗖嗖地飞起来 直接飞到了我的嘴巴里面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猛地吸了一口气 结果刚才书桌上的水 就被我全部吸干了 而且被水打湿的英语书 上面沾染的水 也被我吸得干干净净 我眼珠瞪得非常大 莫非吃了24颗珠子之后 我就拥有了控制水的特异功能 我决定验证一下 我的特异功能是不是真的 我目光看向桌子上的水杯心中 念头一动 果不其然 杯子里面的水 竟是化作一道水流 直接朝我口中涌入 再次被我吸收干净 与此同时隔壁柳家 柳姐伸手摸了摸她 被我狠狠打过的屁股 可谓是又气又羞 她刁蛮的火爆脾气 也是一下生疼起来 这个臭小子连我的屁股都不敢 真是反了天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作为我们这里名气 响当当的刁蛮美女 她一直都是孩子王的角色 从来只有她欺负别人 没有别人欺负她的说法 但今天她被我打了屁股 对她而言 用七尺大辱来形容都不为过 我今天不把你屁股打烂 我跟你信 正在卧室沉浸于 获得特异功能的我 没想到她会在这种时候 来找我算账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 我的卧室门就被她打开了 我看着她脸上的怒火 不由悄然吞咽了一口唾沫 刘姐 虽然她火冒三丈 但始终是黄花大闺女 被我打屁股这样的事情 不可能从嘴巴里面说出来 因此她拐了一个弯问我 为什么写单词 写得好好的突然就跑了 我有些莫名其妙的感觉 她不来追究我打她屁股 来追究我没有写完单词 难道她失忆了 不记得我打过她屁股了 我决定试探一番 刘姐刚才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打你屁股的 我一句话还没说完 就被她面红耳痴地打断了 打你个头 臭小子 你刚才打什么了 明明就是你害怕写单词跑了 她这会也有点郁闷 她的确是要追究我 打她屁股责任的 但进了我的卧室之后 发现这种话说不出口 而且这个时候 她才仔细地打量我 发现我好像的确不是以前那只 知道跟在她屁股后面的小屁孩了 我真的长大成为男子汉了 被小屁孩打屁股 和被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打屁股 这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不能用刚才被打屁股的事情来收拾我 她只好将话题回到英语单词上 她伸手拿起桌子上的英语书 翻到后面的单词页 然后她一只手拿书 一只手插腰气势汹汹的 对着我说单词还没有写完 赶紧把笔合本子拿出来继续写 说着她还不忘补充一句 如果写错了 那她就要狠狠收拾我 但这次她不说打我屁股了 而是说打我脸 要把我的脸打得比猪头还难看 我愁眉苦脸地说 刘姐你就饶了我吧 对英语我真的 我一句话还没说完 脑海中好像涌入了很多水一样 这些水就是刚才 从24颗珠子上涌出来的水 把英语书打湿之后 又被我重新吸收回来的 不过这些水形成了一滴滴水滴 而且水滴里面好像还有字母 我有些障碍和尚摸不着头脑 当我凝神静心注视时 却发现水滴里面的字母 竟然就是英语书上的 那些知识和单词 以往我怎么都记不住的 英语知识和单词 这会却非常清晰地 呈现在脑海里面了 我没想到刚才那样的水海 能让我获得这种神奇的能力 这样一来 我不光可以记下英语书 别的科目照样可以记得清清楚楚 这时柳如烟也回过神来 对着我冷哼了一声 说我成天不好好读书 就知道偷懒 他这次说什么也不会放过我 让我自觉点给他收拾 他一边说还一边搓手 真是一副 打算拿我好好出气的样子 我得意地笑了笑 一本正经地说写单词 就写单词 不就一百个单词而已 难不倒我的 我一个单词都不会出错 他根本不相信我的鬼话 还说我在吹牛 我不怀疑地笑笑 问他如果我真的一个也不错 怎么办 他说真的不错 那就算我厉害 我自然不答应摇头 表示每次你让我写单词 错一个我都要被你打屁股 如果这次我全部写对 没有奖励的话 那我也太吃亏了 我已经把整本英语书 都记下来了 自然不会担心写单词 他并不知道 我获得了这么厉害的能力 根据他对我的了解来看 无论如何 都不会相信我可以全部写对 毕竟刚刚在他家里的时候 50个单词 我只写出了30个不说 写出的30个还错了一大半 因此他也不担心输给我 听到我要奖励他 满不在乎地表示 好你要是可以全部写 对我就奖励你一下 我黑黑一笑 让他记得说话算话 然后我拿起笔和本子开始写 他连忙喊你做什么 我还没给你念听写呢 我非常潇洒地回应 不用你念我直接默写 他低头看着我写出来的 英语单词 又拿着英语书 后面单词表开始比较 发现我写的单词 和单词表上一点不差 而且有些单词的不同翻译 我都全部写了出来 他满脸惊讶地看着我 还是不敢相信 眼前看到的事实 明明我刚才写30个单词 都要错一大半的 怎么突然就能全部写出来了 关键还是以默写的方式 一个单词都没有出错 这是在太让他难以置信了 我把手里的笔放下 看着他难以置信的样子 一脸得意地说刘杰怎么样 我说了不会错的吧 从小到大 我成绩在班上 都是吊尾车的存在 总是他逼着我学习 我才会学习 今天算是打了一场 漂漂亮亮的翻身仗 他再次盯着本子看了看 惊讶地已经忘记生气了 你这是怎么回事 突然就开窍了 他知道我成绩不好 为了我学习成绩的事 我爸妈也没有少操心和上火 所以他才会逼着我学习 但这些年 不管他怎么逼着我学习 我的成绩也只有最差没有更差 眼看不到两月就要高考了 以我目前的成绩 撑死就考上所谓的三本 他想的是 我稍微考得好点 到时候可以脱关系 让我以后去当飞行员 但这回我却给了他一个 非常大的意外惊喜 这么多单词 我竟然全部默写写对了 我再次嘿嘿一笑 刘姐 单词我全部写对了 你说的奖励呢 看着他身上的空姐制服 和凹凸有致的身材 我心中也是有些热血沸腾 他愣了一下 想起来刚才说的奖励 有些甘大的红了红脸 你这臭小子 难道还真忍心打姐姐的屁股啊 我摊了摊手 刘姐 刚才可是说好的要说话算话 你总不能不讲信用吧 空姐制服非常紧身 紧紧贴在他身上 更是完美将他的好身材展露出来 我目光不断在他身上扫视 看着李亏目光躲闪的他 觉得他也没有以前那么刁蛮可怕了 从这个时候起 他在我心里的女魔头形象 开始逐渐变得模糊了起来 取而代之变成了身材凹凸有致 容貌漂亮好看的空姐形象 我悄悄吞了一口口水 脑海中回味着刚才在他房间里 一冲动拍了他屁股的手感 我心想 如果可以再拍一下 那就此生无憾了 这回他也刚好想到了被我打屁股的时候 故作凶狠模样的盯着我 冷哼出声 你是不是觉得你长大了 就可以反过来欺负姐姐了 这次是我站里 我理直气壮的回应 刘姐 不是我要欺负你了 是你自己要和我赌的 我可没有逼你啊 她刚刚之所以会答应我 主要是她没有想到 我能真的做到写对一百个单词 但现在她就已经后悔了 觉得非常为难 我忍住笑意 摇摇头 假装很失望的说 哎 算了算了 没想到刘姐你是说话不算话的人 白费我熬夜把单词背熟了 不得不说 激将法是很好使的 本来性格就比较固执倔强的她 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激将法了 而且 这件事情 确实是她理亏了 她自己先答应了 却又想反悔 如今对我这么一击 她立马挺直腰板 倔强地表示 她不是暗中说话不算话的人 她是愿赌服输的 不就是打一下屁股 让我打就是了 说完 她便把屁股撅了起来 打算任由我处置了 她心里想的是 反正刚才都被我打过一次屁股了 再打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 今天就看在我写对了一百个单词的份上 特别奖励我一回 我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 但我看到她真的撅着屁股等我打 我也是有些傻眼了 因为 我只是嘴上这么说说而已 没有真的期望 她会让我再打一次屁股 但现在愿赌服输的她 已经把屁股撅着到我面前了 这下我反而有些犹豫了 我看了看自己的手 这一下 到底是打呢 还是不打呢 毕竟 这个时候打 和刚才在她房间是不同的 在房间的时候 我是被她逼迫的有些着急了 一激动才打的 打完之后 我都产生了一种做贼心虚的感觉 第一想法就是赶紧逃走 现在就是她打赌输给我 自愿让我打 我搓了搓手 想起那个时候的手感 再次吞咽了一口口水 心想这是她自愿让我打的 如果这种事情 我都不给她一个面子 那我也太不地道了点 我抬起手 心脏加速跳动 准备把手扇下去时 卧室的房门 再次被打开 刚刚下班回来的我妈 一边开门一边说 今天买了你喜欢吃的 然而 我妈话说到一半就停下来了 因为她看到了 让她觉得很诡异的画面 而且 这个时候 柳如妍恰好嘴里还在说 小元 你要打就赶紧打 不要磨磨唧唧的 她说完我妈就进来了 一回头就看到我妈脸上的惊恶神情 啊 阿姨 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 你和小元这是 在 在做什么 我妈一时之间真的没有反应过来 在她印象里 柳如烟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关系非常好 但一直是姐姐和弟弟的关系 柳如烟来我家就和在她自己家里一样 但这会柳如烟的模样和说的话 不得不让我妈胡思乱想 我也看出来我妈误会了 连忙解释的说 妈 我们没有做什么 就是我和刘姐打了一个赌 然后刘姐输给我了 所以要被我打一下 我不解释还好 越是这么解释 柳如烟的脸蛋更是羞红的 快要滴出水一样 尤其在我妈目光的注视下 她感觉浑身都不自在了 不敢留在这里耽误 阿姨 我 我家里还包着汤 我先回去看看我 丢下这句话 她就直接落荒而逃了 即便从给我家里出去了 她脸上还是和火烧云一样 烫得不行 等她回到自己的卧室里 她就坐在了床上 嘟着嘴巴 有些埋怨的自言自语尼喃着 小元 你这臭小子 害我在阿姨面前丢人现眼了 这个时候 还在房间的我 心中却是有些不淡定了 她可以一直了之 逃避我妈的审视 但我就走不掉了 而且 她走了之后 我妈就能全身贯注地集中到我身上了 我让如烟给你补习一下英语 你怎么还反过来欺负到她头上了 是不是又欠抽了 柳如烟不在这里 我妈更是没了任何顾忌 说话时直接伸手揪着我的耳朵 开始教训 我赶紧求饶地说 妈 我没有乱来 纯粹是和刘姐开玩笑打个赌 我一直都有好好学习的 我妈冷哼一声 不到两个月就要高考了 小元 如果你还是这么差的成绩 怎么可能考得上大学啊 你什么时候才能懂智点啊 爸妈这么辛苦供你读书 可不是为了让你考不上大学的 看到我这么不上进步努力 我妈也很无奈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之后 她松开了我的耳朵 我知道爸妈用心良苦 认真的说 妈 我知道错了 你放心 最后这段时间 我会全身心投入学习的 一定会把成绩提高上去 一定会考上一所好的大学 不会让你和我爸失望的 这种保证的话 高中这三年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但之前说 都是说着玩的 唯独这一次 我说的无比自信 无比骄傲 因为 我现在有了24颗定海神珠 只要操控定海神珠里面的水 我就可以快速记住 任何我想记住的内容 有了这样的能力 要快速提高学习成绩 完全可以说是 手到擒擒来的事 听到我保证的话语 我妈也是习惯了 无奈的挥挥手 并未当真 算了 不指望你了 你继续学习吧 我先去弄饭了 我连忙说 妈 我认真的 我绝对可以考上一所好大学 我妈点点头 并未多说 转身走了出去 我有些无奈 但也表示理解 毕竟 以前的我的确是劣迹斑斑 我妈不相信我的话 也很正常 看到我妈在厨房里忙活的身影 我已经安安下了决心 一定要提高学习成绩 过几天就有一场模拟考试 我得考出好名次 让爸妈和刘姐对我刮目相看 吃完晚饭 我回到卧室 开始仔细研究 进入我体内的24颗定海神珠 我发现 这24颗定海神珠里面 还有一篇名为 神农天水绝的修炼功法 只要将神农天水绝修炼成功 我就可以对任何液态物质进行操控 而且 神农天水绝还是一种 可以提升实力的功法 如果拥有灵气 我就可以利用起来画符和施展一些法术 这些法术 那都是小说里才会出现的 直到这一刻 我才明白过来 地球上的灵气非常吸收 久而久之 地球上的修炼者就开始绝迹了 也不知道当今社会 还能不能找到修炼者 24颗定海神珠内 不光有神农天水绝这等修炼功法 还记载了很多传承的内容 我只是吸收学习了其中一小部分 已经感觉头昏脑胀了 不改一次性吸收学习太多 但经过我的仔细研究摸索 我也搞清楚了一些情况 总而言之 如今的我 可以算是地球上最后一个修炼者了 我没有耽误时间 将24颗定海神珠从体内吐出来 当我把水重新吸收回体内时 这些书本上的内容 相当于全部被我复制了一遍 在我脑海中不断呈现 让我记忆得非常清晰 我坐在床上 开始消化这些内容 以前让我头疼的题和知识点 这回不但不让我头疼了 反而让我觉得非常简单 就这样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反正在睡着的前一秒 我脑海里面 还有无数题和知识点在流动 以前的我 可从来没有这么努力学习过 当阳光洒进我房间 闹钟也响了起来 学习了一晚上的我 醒来的瞬间就感觉头有点胀 我从床上爬起来 穿上衣服 开始回忆昨晚的东西 最终我发现 想要一个晚上 学完高中三年的知识 还是有难度的 即便我掌握了过目不忘的本领 但要将这些知识融会贯通 依旧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做到 当然 昨天晚上的努力 还是让我学会了 整个高中三分之一的内容 我们周四和周五 是最后一次的模拟考试 还有三天时间 倒是足够我将高中的 所有知识融会贯通了 我相信这次模拟考试 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充满心心的我 吃过早饭 我就背着书包出门了 走在路上 我都没有闲着 一直在消化脑海中的内容和知识 这些内容和知识 已经被我牢牢系在脑子里面 只要我集中精神去学习 理解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我不由感到高兴 没想到 学习会变得这么简单轻松 由于我边走路边学习 不知不觉就花了更多时间 原本二十分钟的路程 硬是走了快四十分钟 还有十分钟就要上课了 再这么下去 我就要迟到了 我得超近路去教室才行 我不敢再边走边学 加快速度 超近路跑了起来 不过 就在我跑进一条航道时 另外一边却出现了一个胖子的身影 我看了一眼 大笑着说 胖子 你今天也晚了 这个胖子 是我的同桌兼死党 他的名字叫张达 我和他也算从小玩到大的伙伴 他非常肥胖 跑起来也跑不快 反而像鸭子跑步一样 看到他这服模样 我反正是忍不住的笑了 你还好意思笑我 赶紧跑啊 不然等会又要迟到了 而且第一节课是班主任的 到时候被班主任抓到我们迟到 那就死定了 他无奈地看着我 颇有一种难兄难弟的感觉 我一听到他这么说 顿时暗叫不好 真被班主任逮到的话 那日子确实不会太好过 因为 我上次迟到的时候 就被班主任发现了 我清楚地记得 班主任告诉我 如果再迟到一次 那他就要通知我的家长了 如果是别的老师 那我根本不担心 大不了就是被罚站而已 可今天是班主任与小婷 一旦被发现迟到 问题就会非常严重了 他看到我脸色变了 也是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毕竟他知道 我是班主任重点关注的对象 实际上 他和我的处境差不多 他的成绩也很差 和我迟到的次数不相上下 班主任与小婷 不光重点关注我 也会重点关注他 我一想到班主任与小婷 就有些哭笑不得起来 但紧接着 我又露出一个 有点坏坏的笑容 嘿嘿 如果班主任不是喜欢重点关注我 而是喜欢重点照顾我 那该多好啊 说到重点照顾的时候 我加重了语气 他顿时反应过来 好家伙 你小子胆量够大的 还打起班主任的主意来了 简直是痴心妄想啊 我告诉你 追求班主任的男人 不知道有多少 而且 我还听说 这段时间 某位位高权重的公子哥 都在每天给班主任送花呢 对此我倒是不意外 因为班主任与小婷 我敢拍着胸脯说 是我们整个时的最美女老师 不过 追求他的人那么多 但没看到他和谁好过 张达也是嘿嘿一笑 像班主任这么好看的女人 我要是可以当他男朋友 那就是让我少活十年 不 二十年 不 三十年我都愿意 他喜欢上英语课的动力 全部来自于班主任 毕竟 班主任也是教我们英语的老师 想到这里 他的口水都快要从嘴角流出来了 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你这死胖子 更是痴心妄想 如果班主任找的男朋友 是你这样的死胖子 那我觉得班主任 肯定是眼睛瞎了 见他还打算说点什么 我赶紧催促他不要啰嗦了 抓紧跑去教室 才是王道 否则真的要迟到了 跑出这条巷道 前面就是我们学校了 我觉得我今天的身体状态 好像比之前好了太多 张达已经跑得气喘吁吁了 我却显得游刃有余 似乎根本就不费力气一样 他看我跑得很轻松 不由大声叫喊起来 让我不要加速 等着他一起 还有几分钟就上课了 你还磨磨叽叽做什么 赶紧跑起来 我实在不想请家长到学校来谈话 依旧没有减速 准备加速冲出这条巷道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我却看到杭道的前方 几个染着黄头发的混混堵堵在那里 眉头顿时紧锁起来 不好 他们肯定是在这里收保护费的 说完这句话 他就把手伸到了口袋里 准备掏钱出来应付过去 我仔细一看 也将他们认了出来 这几个混混 已经是收保护费的惯犯了 经常欺负我们学校的学生 领头的那个黄毛 嘴里叼着烟 下半身穿的还是一条破洞牛仔裤 完全就是非主流的样子 这家伙 就是这一片的混混小头目 名字叫什么我不清楚 我只知道 他有一个外号叫二狗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然跟着他混的人 还是会亲切地喊他一声狗歌 二狗手底下还跟着十多个混混 他们负责管理这一片 这一片的人 即便要摆个地摊 都必须经过他们的同意才行 他们同意的方式也很简单 那就是给他们交保护费 我们学校有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 也是跟着二狗混的 在学校里欺男霸女 无比嚣张 二狗的名声虽然比较大 但都是臭名声 我们学校的学生 看到他之后 都会躲得远远的 生怕被他盯上了 奈何他们知道这条进路 经常会来这里堵捉 一些被他们堵住的学生 也只能被迫无奈地交保护费 张达看了一眼 有些肉疼地说 看来今天我们运气不好 很倒霉 二狗这丝收保护费 都是十块钱起步的 在距离二狗等人 还有二十米远时 他已经非常自觉地 从口袋里面摸出二十块钱准备着 一个人十块钱 我和他就是二十块钱 他还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非常大方地表示 知道我手里不宽愈 这次的保护费 他帮我交了 我呵呵一笑 胖子 今天不用交保护费了 我们正常上学 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些人 交保护费 胖子一听 愣了一下 连忙拉着我的手臂 等等 你小子不要乱来啊 他们手里还拿着钢管呢 他担心我和二狗等人打起来 还给我说了一个案例 前几天有个学生 因为不给二狗保护费 就被二狗等人 用钢管砸在脑袋上 直接砸成了脑震荡 他说话的时候 我们依旧再朝前面走 等走得稍微近了一点 他才注意到 被二狗等人拦住的学生 原来不止拦住一个 拦住了好几个 他惊讶地说 是不是我看错了 那是我们学校的校花 唐雨菲吧 他们居然把唐雨菲拦住了 我也仔细看了过去 百分百确定 其中一个女生 是校花尖斑花唐雨菲 另外几个女生 也是我们班的同学 唐雨菲在我们学校 名气非常响亮 是很多男生的梦中女神 追求唐雨菲的男生 不知道有多少 这个时候 唐雨菲挡在另外几个女生前面 目光直视着二狗 照着眉头说 这条路又不是你们修的 我们想从这里过 就从这里过 凭什么要给你们保护费 我们身上没有钱 就算有钱也不可能给你们 赶紧让开 二狗哈哈一笑 这条路的确不是我们修的 但从这里过 就是要给我们交保护费 你们根本不需要问为什么说着 他将嘴上叼着的烟涂了出来 用脚踩了踩 然后伸手指着唐雨菲 脸上挂着非常邪恶的笑容 今天我已经在这里 收了两百多的保护费了 还没有谁敢不给的 我警告你 我不是那种 懂得林香西域的人 不要以为你是女的 我就会心慈手软了 当然 你是为学校的校花 如果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那我就不收你们的保护费了 并且从此之后 我还可以保护你们 让你们再也不受到欺负 他经常在这一片混 自然知道唐雨菲 是我们学校的校花 而且他已经垂涎很久了 今天好不容易有机会 把唐雨菲堵在这里 他肯定不可能 轻易放过唐雨菲 他的几个小弟 听到他这么说之后 还吹着口哨 嬉皮笑脸的笑了起来 他们开始起哄 让唐雨菲跟着二狗 这样以后 就可以在学校里面 横着走了 更有一个小弟 直接开始喊唐雨菲为狗嫂 这些小弟的话语 让唐雨菲气得脸蛋都通红了 他背驰咬着红唇 非常生气的指着二狗 骂他们是混蛋 听到唐雨菲骂二狗等人 他的同桌也是闺蜜 连忙伸手拉了拉他 小声地表示 要不就别和二狗等人对着干了 毕竟二狗等人都是混社会的 万一真的把对方惹急了 对他们做出什么冲动的事 那吃亏的还是他们 另外一个女同学也点点头说 一个人十块钱并不是很多 把钱给了赶紧去上课 省得迟到了 他们的胆子很小 怕迟到都是借口 最主要还是那招惹上二狗等人 其中两个女生 也和张达一样 开始从口袋里摸钱了 唐雨菲不是胆小怕事的人 她摇摇头 语气很坚定地说 不行 这种钱我们绝对不能给 如果我们给了 那更加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 以后就会有更多同学遭殃 她知道 二狗等人本质上 都是欺软怕硬的性格 就是因为有人给钱 所以才让二狗等人越来越嚣张 说着 她四处看了看 顿时就看到 朝他们这边走来的我和张达 然后 她眨了眨眼 告诉另外几个学生 我和张达是班上的男生 可以找我们寻求帮助 她的闺蜜摇摇头 雨菲 还是算了吧 刚才不也有十几个 我们学校的男生 从这里经过吗 大家都老师交了保护费 他们非常清楚 二狗不是擅长 而且 这两个男生 是我们班的差生 王源和张达 你更别指望 这两人会出手帮我们了 看到二狗等人的嚣张样子 唐宇菲心中非常生气 现在已经是法治社会了 但这些混混 还敢在光天化日下 如此嚣张 最主要的是来明目张胆 收取学生的保护费 一时之间 她有种进退两难的感觉 让她当二狗的女朋友 那更加不可能 看到二狗的脸 她已经恶心的想吐了 但不这样的话 那就意味着 要交保护费给二狗等人 她非常不甘心 可眼看就要到上课的时间了 再不去教室就会迟到了 另外几个女生 这会已经等不及了 一人拿出十块钱交给二狗 赶紧朝校门口跑去了 唐宇菲的闺蜜叫李美艳 她这会也着急了 从口袋里摸出二十块钱 宇菲 我们必须去学校了 不然真的要迟到了 你的十块钱我帮你给了 但就在李美艳 要把钱递给二狗时 二狗却直接把他手里的钱甩开了 二狗一双眼睛贼溜溜地盯着唐宇菲 黑黑一笑 现在才知道给钱 已经太实了 老子现在不要钱了 就要你做我的女朋友 二狗手下的那些小弟 再次起哄地叫嚣起来 他们一个劲地喊唐宇菲 做二狗的女朋友 这样他们就有笑话嗓子了 还有人起哄说 唐宇菲是害羞的脸红了 让二狗主动点去亲个嘴熟络一下 听到这些起哄的声音 二狗别提有多得意了 嘴角的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 他色眯眯地看着唐宇菲 然后从口袋里摸出 今天收到的几百块保护费 拿在唐宇菲眼前晃了晃 怎么样 大笑话 做我的女朋友 我可不会亏待你 要么我亲你一口 要么你亲我一口 你自己选吧 反正亲了之后 这些钱就给你了 唐宇菲根本不会在乎这几百块钱 非常厌恶地伸手打开 谁稀罕你的抽钱 给我滚开点 二狗脸上划过一抹怒火 有些凶狠地盯着唐宇菲 唐宇菲害怕地往后退了退 看到已经朝这边走来的我和张达 连忙大喊救命 不好 二狗要对我们的笑话图谋不轨 我们得想办法就笑话才行 张达原本是打算交保护费的 但这回看到他的女神唐宇菲 要被二狗非礼 他也觉得不应该忍耐了 他打算冲上去救下唐宇菲 可当他看到二狗身边的那些小弟时 又怂了下来 无奈地偏头看着我 说实话 我也看不惯二狗这种欺软怕硬的人 关键是 他收保护费就算了 还要调戏我们的女同学 换成谁都忍不了 当然 唐宇菲不光是张达的女神 也是我的女神 看到唐宇菲有可能被调戏 我快步往前一冲 挡在了唐宇菲的面前 对着二狗伸手一指 二狗 你想做什么 二狗的一个小弟 看到我上前 也是伸手指着我 你他妈是做什么的 二狗也是你能叫的 不知道叫狗哥吗 我们狗哥看上你们学校的笑话 那是你们学校的荣幸 你赶紧鬼远点 别影响我们狗哥的好事 唐宇菲倒是没有想到 我真的会挺身而出 毕竟他对我这种 插声的影响不是很好 刚才喊那一嗓子 主要是想引起人注意 吓唬一下二狗等人 好让他们收敛点而已 二狗也一脸戏谑的看着我 给我滚开 我做什么 还需要你同意吗 这我这会没有改变主意 赶紧交了保护费滚蛋 想学英雄救美 也不看看你算什么 他看我这么瘦胳膊瘦腿的样子 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觉得他手底下的随便一个小弟 都可以将我解决 狗哥 狗哥 这是我好哥们 我们交保护费 马上就交 马上就滚蛋张达担心我挨打 非常不争气的走上前来 一脸陪笑的说着 说话的同时 他也把刚才拿在手里的二十块 递给二狗身边的一个小弟 我看到他这副谄媚的样子 有些哭笑不得 这家伙 刚才还说要救笑花唐宇菲 居然这么快就变得没骨气了 不过 我也知道 他是担心我被收拾 毕竟 二狗等人是纯粹的混混 之前我们学校的很多男生 都被二狗等人收拾过 虽然唐宇菲是漂亮的笑花 英雄救美不是什么错事 但如果英雄救美的代价 是我们挨打 那他就觉得不值当了 万一到时候 二狗等人把我们打餐打废了 那我们找谁哭去 二狗看到张达给钱 气焰变得更加嚣张了 他伸手拍了拍我的脸 非常狂妄地说 小子 英雄救美的前提是英雄 你算英雄吗 你连狗熊都他妈算不上 今天你们的笑话 我清定了 赶紧给老子滚 别让老子打死你 面对这样的羞辱 张达或许可以忍受 但我是绝对不能忍受的 我抬头看着二狗那张 无比狂妄的脸 毫不犹豫地抬脚一踢 直接踢在了二狗的肚子上 妈的 这里是我们学校的地盘 要滚也是你们滚 二狗根本没有想到 我敢主动对他发起进攻 猝不及防被我踢了这么一脚 同样没想到我敢动手 他们在这里收保护费 已经那么久了 不是没遇到过 刺头不听话的学生 但像我这种 敢主动动手的 他们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等他们反应过来后 也是对我破口大骂起来 说我真是不想活了 竟然连他们狗哥都敢打 紧接着 他们一边叫嚣 一边朝我围楼上来 在他们的手上 还握着钢管 还有两个 更是从口袋里 掏出了那种 可以折叠的水果刀 唐宇飞在学校是乖乖女 哪里看到过这样的画面 直接被吓得惊声尖叫起来 她的闺蜜李美艳 更是趁着这个大好时机 拉着她就朝学校的方向跑 宇飞 我们快走 唐宇飞一愣 想着我会处于危险中 没打算丢下我跑 毕竟 她知道 我是为了救他们 才动手打二狗的 可等她反应过来时 她已经被李美艳 拉着跑出这条巷道 直接到学校门口了 李美艳知道她担心我 不由说道 宇飞 反正王源和张达是差生 他们也经常打架斗殴的 我们留在那里也帮不了忙 还是赶紧去教室了 我不知道李美艳 是这样的想法 这个时候 我已经被二狗的小弟包围了 看到他们手里的钢管和水果刀 我才意识到 事情变得非常严重了 张达看到眼前的情况 脸色也是下得苍白了 她更没想到 我连二狗都敢打 于是 她赶紧拉着我就跑 眼看二狗的小弟 拿着钢管和水果刀冲过来 张达拉着我跑 却发现拉不动我 因为 这个时候的我 正紧握着双拳 怒目瞪着眼前的小混混 第一个混混 拿着钢管冲过来时 我直接上前 以更快速度伸出手 将混混手中的钢管抓住 然后 我抬脚一踢 又是一脚 将这个混混踢飞出去 张达在旁边彻底看傻眼了 她没想到 我变得这么厉害了 我知道她很惊讶 也很疑惑 但我来不及给她解释什么 毕竟 别的小混混 也拿着钢管和水果刀 攻击过来了 而且在对付他们的时候 我还要顾及张达的安危 我依靠神冬天水诀 实力提升了很多 身体素质直线变强 我一个人面对这些混混 没有多大问题 关键是还要保护好张达 不能让张达受伤了 情急之下 我一把推在张达身上 把她朝后面推出去 张达没想到 我会突然推她 一个踉枪摔倒在地上 还没等她开口问我什么情况 却看到让她目瞪口呆的一幕 直接混混朝我包围上来 但我没有一点慌乱 动作非常精准 一边躲避混混的攻击 一边找准机会反击 没过片刻 四五个混混都被我放倒在地 张达看的眼珠子都瞪大了 以为我是被李小龙上身了 这个时候的我 在她眼里 一点不比那些 功夫电影里的主角差 被我放倒的那些混混 也是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他们更加没有想到 我看着这么瘦胳膊 瘦腿的一个人 竟然会有这么厉害的实力 他们不敢再过来对我出手 只单嘴上放狠话 说我得罪了他们 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对于这种言语上的威胁 我根本就不在意 这样的混混 二狗是吧 给我听好了 以后你们再敢抢劫 我们学校的学生 我见你们一次 就打你们一次 听清楚了吗 需不需要我重复一遍 二狗原本也想对我放点狠话的 但我脚踩在她胸口上 让她喘气都有些困难 她大叫一声 连忙求饶地表示 听到了 听到了 不用重复 我们以后再也不欺负 你们学校的学生了 我点点头 知道就好 还不赶紧鬼远点 说着 我又给了她一脚 把她再次踢飞出去 然后我回头看着 一脸目瞪口袋的张达 你还愣着做什么 不上课了 走吧 这次是真的迟到了 胖子不可思议地跟在我身后 一脸好奇地问我 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 这个时候 二狗和她手下的小弟 都不敢再拦路了 看到我们往前走 他们吓得连忙往旁边躲开 我微微一笑 对着胖子说 不是我太厉害了 而是他们太垃圾了 但这下我们是真的完蛋了 注定迟到了 等我和胖子张达 跑到校门口 已经八点十分 看来迟到是注定的了 班主任于小婷 这会脚上穿着一双高跟鞋 婷婷玉丽地站在门口 完全是一道非常美丽的风景线 但就算于小婷再漂亮 这个时候 我最不想看到的人还是她 我心中很无奈 原本以为有了二十颗定海神柱之后 我的运气会变好 没想到一大早 就遇到这么多事情 不过 迟到已经变成无法改变的事了 我只能任命地和张达走过去 站在门口的班主任 本来是打算进教室上课的 但目光一瞥就看到我和张达迟到了 她非常生气地朝我和张达走过来 气呼呼地说 王源 张达 你们为什么又迟到了 不到两个月就要高考了 别的同学都恨不得早点到学校学习 唯独你们恨不得每天都迟到 张达低着脑袋 用一种很小声的声音说 于老师 我们 今天我们迟到 是有原因的 因为刚刚我们在汉道里面的时候 被一群小混混堵着要保护费来着 与小婷醋媒 小混混 那小混混为什么不拦别的人 偏偏要拦你们呢 说着 她伸手指着我 王源 尤其是你 之前我已经给你说过了 这个月如果你继续迟到 那就要找你的家长来学校了 我赶紧说 于老师 我知道错了 要是被我妈知道 肯定会打死我的 今天真的是情况比较特殊 这绝对是我高考前最后一次迟到了 我保证 我发誓 我用一种非常真诚的目光看着她 伸出四根手指 开始发誓 不得不说 她的相貌和身材都属于顶呱呱的存在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每天喜欢板着脸 特别是对我这样的差声 根本不可能看到什么好脸色 经常抓着一点错误不放 喜欢让差声叫家长来学校 有这么一个美女当班主任 对学生而言 肯定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但如果这个美女班主任 每天对你板着脸教训 还经常把喊家长挂在嘴边 自然不是什么好事了 现在我其实挺无奈的 听到她的话语 我只能举起双手 保证绝对没有下一次了 但她显然不相信我的保证了 依旧板着脸说 不行 你今天回去之后 必须把你迟到的事情告诉你父母 让他们明天来学校 她的语气非常坚定 似乎我不让父母来学校 这件事情就不会善把甘休 我最怕的就是叫父母来学校 只能再次保证地说 于老师 昨天晚上 我非常用功在复习 一不小心就熬夜了 所以今天早上睡过头了 要不这样 我保证这次模拟考试 我英语成绩会在100分以上 你就别让我爸妈来学校了好不好 我已经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了 对于考试根本就不担心 我想 用模拟考试的英语成绩来做担保 应该可以糊弄过去 真的 英语考100分以上 好 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到 那我就不让你请家长到学校了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那你就不要怪我 直接打电话联系你家长了 我保证 我绝对保证可以考到100分以上 果然 我用英语成绩来做保证 这个办法是非常靠谱的 终于得到了她的同意 好了 这回已经开始上课了 赶紧回教室上课 于小婷看了眼时间 没有再为难我和张达 让我们俩赶紧进教室上课了 进教室坐下的那一刻 张达就用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我 你疯了吗 哪里来的勇气给予老师 保证模拟考试英语考到100分以上 就算你想用缓冰之计 也不是这么个用法吧 要知道 我的学习成绩和她的学习成绩差不多 都是班上的倒数几名 尤其是英语 按照我以往的考试来看 我英语考的最好的一次 都没有超过70分 而且 70分这次 还是超的 这也是为什么 她看到我给予小婷 保证模拟考试英语能考100分以上 会这么惊讶的原因 毕竟 模拟考试的题目难度 比平时考试的题目难度更大 平时我连考过70分都难 模拟考试凭什么可以考过100分 这不是疯了 是什么 我冲着张达露出一个神秘的笑容 嘿嘿 这个你就别管了 反正到时候成绩考下来 你就知道了 你小子也要好好学习 否则模拟考试成绩出来 你还是倒数 这次我就不陪你在倒数待着了 距离模拟考试 还有三天时间 拥有24颗定海神猪的我 绝对足够将高三的所有知识 学习得滚瓜烂熟了 到时候 别说英语考100分以上 就算是考满分 那都是完全有机会的 我相信 等模拟考试的成绩出来 所有人都会大吃一惊 对我刮目相看 张达没好气的翻了一个白眼 不得不承认 你现在吹牛的本识 是越来越厉害了 别人我不知道就算了 我还能不清楚你吗 你和我不就半斤八两吗 你英语能考100分的话 那母猪都可以上数了 我看你还是老实点 可我看看谁考倒数第一名 才是王道 我看他还是不相信 也懒得和他在这个问题上多说了 好好听课 别被老师发现我们又不认真了 说完 我开始坐在位置上 满脸认真的盯着黑板 虽然我眼睛盯着黑板 但其实我根本没有去听老师讲课 毕竟 我的知识都全部储备在脑海中了 只需要我从脑海中去熟络就行 张达见我这么认真盯着黑板 心中也有点吃惊 按理说 这个点 应该是我睡觉的时间才对 结果我却开始认真听课了 这完全不符合常理 不过 他看到我这么认真听课 也知道不应该打扰我 可能是受到我的感染 他也开始专心的看书了 奈何他知识储备太差了 之前也没有好好学 即便认真看书 也根本看不进去什么 看着看着 他就开始睡觉了 放学之后 我没有耽误 直接回家 二狗等人被我打了 虽然对我怀恨在心 很想来找我报仇许恨 但他们也知道 我不是好招惹的人 贸然前来找我的话 估计还会被我再收拾一顿 所以 他们决定 先等等 等他们把身上的伤养好再说 倒是再多找点人来一起对付我 这样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回到家里 正常吃完晚饭 我刚打算学习时 刘姐就喊我了 她让我拿着英语书去她家那边 说她要检查我学习的如何了 这种和她接触的好机会 我当然不可能会错过 拿着英语书就奔向她家了 反正我们两家是住在一个院子里的 非常的近 一点不耽误时间 刘姐满脸笑容的看着我 还没等她说话 我就率先开口了 刘姐 等两天就是我们的模拟考试了 我有点紧张 她一听 顿时有些担忧起来 赶紧对我展开安慰 紧张什么 不要紧张 不就是一场模拟考试吗 即便真的没有考好 那也不是马上就高考了 高考来临之前 你还是有学习提升的机会 关键就是心态要放轻松 只有心态轻松了 你才可能考得好 她下意识以为 我是担心考试考不好才紧张 听到她这么安慰 我心中感到温暖的同时 也是暗自一笑 我非常法尔赛的说 刘姐 你误会了 我不是担心我考不好 而是担心我考太好了 到时候会引起同学们的嫉妒 她顿时一愣 以为她耳朵听错了 你说什么 担心你考太好了 同学们会嫉妒你 我点点头 对啊 刘姐 这次模拟考试 我非常有信心 绝对会考出一个惊人的成绩 不用猜都知道 同学们会嫉妒我的 她脸色肉眼可见的发生了变化 气得直咬牙 拿起书本就打算收拾我 你个臭小子 逗我完事吧 假装紧张 结果给我说这个 她怎么都不可能相信 我会考出优异成绩 尤其还是让同学们嫉妒的成绩 我摊开双手 刘姐 你别不信啊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那我们来打个赌好了 她白了我一眼 我信你的大头鬼 说着就做事要打我 我赶紧往后面一躲 刘姐 昨天你不是也不相信 我能写对英语单词吗 结果怎么样 不还是输给我了 她再次愣住了 是啊 昨天她的确不相信 我可以写对一百个英语单词 结果我偏偏写对了 想到这里 她冷静下来 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我 你真有把我模拟考试取得好成绩 我摊开双手 还是那句话 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打赌 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问我想赌什么 我告诉她 赌一顿晚饭 如果我输了 我就请她吃晚饭 如果她输了 她就请我吃晚饭 她欣然表示没问题 但询问我 什么成绩才叫好成绩 我告诉她 每课都考一百分的成绩 就能算好成绩了 她难以置信地问我 这么说 你这次模拟考试 每课都要考一百分以上了 我点点头 没错 只要我每课考不到一百分 那就算我输了 她得意地笑了 好 你这顿晚饭 我吃定了 我也得意地笑了 刘姐 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鹿死水手 还是未知的 她轻哼一声 我等着到 我拿起书本挥了挥手 那我先回去了 她连忙说 回去做什么 你还没有学习呢 我哈哈一笑 我们现在已经打赌了 我不能让你看到我的实力 省得你后悔和我赌 她气呼呼地表示 谁会后悔了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 我帮她回忆了一下 昨天你不就说话不算话了吗 她说 昨天是因为我妈突然回来了 否则绝对不可能说话不算话 我想了想 调侃的说 昨天的确是我妈突然回来了 但今天也可以实现 昨天的赌约对吧 她愣了愣 一下明白了我的意思 翘脸顿时变得飞红 我煽风点火地说 刘姐 除非你先把昨天书的赌注实现了 否则你在我这里 肯定会留下 说话不算话的印象 她气不过 刚急点头 好 愿赌服输 昨天不就是欠你一巴掌吗 你现在打就是说着 她重新撅着屁股 一副心甘情愿让我打的样子 我看着她这么完美的身材 可谓是非常的心动 不过 我决定暂时不打了 先忍着 当一回正人君子 我伸手在她肩膀上戳了一下 她回头看着我 怎么了 要打赶紧打 不要磨磨叽叽的我黑黑一笑 算了 刘姐 这次就饶过你 我相信你是说话算话的人了 我先回去学习了 话音落下 我转身直接溜走了 没有继续逗留 她看走得这么干脆 不由再次愣住了 这个臭小子怎么回事 既然不打我屁股就走了 是我没有魅力了 还是她改邪归正了 我走之后 她陷入到了沉思中 觉得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以至于 她还开始怀疑 她自己的魅力是不是不够了 如果魅力够的话 那我怎么可能会不打就走了呢 她的疑惑 我肯定不会去解答 我已经回到自己卧室 坐在床上开始学习起来 只有不到三天时间了 我必须得抓紧才行 接下来的两天多 我都在平稳中度过了 迎来了我们学校的模拟考试 经过这些天的沉淀 我已经把高中三年的 所有知识全部掌握 可以说是达到了 信守年来的地步 面对模拟考试 我没有半点担心 早上我吃完早餐 我妈虽然对我已经不抱希望了 但还是叮嘱了一句 做题的时候认真点 做完之后记得多检查两遍 不要马虎大意 我心里觉得有点好笑 如果是以前 我根本就没有把卷子 做完的高光时刻 哪里还有机会 做完检查卷子 不过这次却不同了 我笑着点头 好的 妈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这次模拟考试 我一定会取得优秀成绩的 我妈不以为然 奈何我要考试 她也不想打击我的积极性 和自信心 只能点头对我表示信任 我朝学校走的路上 再次遇到了张达 她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准备的如何了 这次打算考倒数第一名 还是倒数第二名 或者倒数第三名 我看了她一眼 摇头一笑 倒数前三名 都是你的目标 不是我的目标 太有些意外 怎么说 你偷偷学习进步了 想考倒数第四名 和倒数第五名了 我自信地伸出一根手指 我要考第一名 正数第一名 她愣了一下 然后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再次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兄弟 有信心是好事 但信心太过膨胀 就变成自负了 我能理解 你想考第一名的心情 奈何实力不够强了 我也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等考试结果出来了 你就知道了 最后一次模拟考试 已经比较严格了 虽然没有和别的学校联合起来 但即便在我们本校内 座位也是完全打乱了的 就是为了防止学生作弊抄袭 我和张达没有在同一间教室里 走进学校之后 我们就朝不同的方向 分道扬镳了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我和唐宇飞在一间教室里 现在距离考试开始 还有一会 唐宇飞兼我走进教室 略做犹豫 还是朝我这边走了过来 自从上次 我帮着他们对付二狗之后 他对我这种插声的态度 多少还是有些改变 以往他看我 都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眼神 根本不会把我放在眼里 但这回他看我 已经放下了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王源 上次的事 多谢你了 他语气有些温柔的对我说着 我点点头 笑着表示作为同班同学 那是我应该做的 不用客气 他没想到我这么有格局 又关心的询问我 后面二狗等人 有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 毕竟 他也知道 二狗那些混混是狗皮膏药 不是那么轻松就能摆脱掉的 我如实回答 这几天 他们没有来找过我什么麻烦 这让他有些惊讶 不过 没来找我麻烦是一件好事 他也希望对方永远不来找我麻烦 再度闲聊了两句 他叮嘱我上学放学的路上多多小心 省得被二狗等人暗算 说完 他才回到座位 我心想 他怎么突然开始关心起我来了 难道说之前我帮了他之后 他就开始对我动心吗 正所谓英雄救美女 美女爱英雄 虽然他是笑花 但也没有谁规定 笑花不能喜欢我 我这么想着 嘴角也浮现了一抹笑容 如果真能得到唐雨菲 这种笑花的喜欢 那我还是非常愿意的 毕竟唐雨菲和柳如烟是两种类型的女生 唐雨菲活泼可爱 柳如烟成熟妩媚 对我而言都充满了诱惑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别的考生陆续走进考场 没过多久 老师也带着卷子进来了 模拟考试的第一课 还是和往常一样语文开头 语文卷子 我做起来很得心应手 很快就把前面的那些题做完了 即便是写作文 我脑海中也满满都是素材库 因为在考试之前 我还特意用24颗定海神猪 去记忆了几本作文书 这几本作文书里面的作文 全部都是各年的高考满分作文 写的无可挑剔 作文还是议论文 我从脑海中的巨大素材库里面 挑选了几篇出来进行综合 800字的作文 我只花了不到20分钟就写完了 我自己读了一遍 感觉非常满意 在我看来 这篇作文 即便得不到满分 那也不会比满分低多少 做完之后 按照我妈说的 我检查了两遍 确定没有任何错误的地方 我就准备提前交卷了 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监考的老师一眼就看向了我 照着眉头朝我走来 问我要做什么 他以为我站着看别的同学卷子抄袭 我收拾好装笔的盒子 示意我要交卷离开考场 毕竟还有这么多同学在考试 我不想说话 会对别的同学造成影响 这监考老师却被我惊呆了 根本没想到我站起来是要交卷 他下意识以为我题目没做完就准备交卷 因为 这回距离考试开始才过去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把语文卷子做完 这种速度根本没人相信 不管怎么说 语文卷子写作文都要花费不少时间了 正在考试的同学 也有些吃惊我交卷的速度 当然 他们和监考老师一样 以为我没做完就交卷 监考老师走到我面前 拿起我的卷子看了一眼 更没想到我连作文都写完了 我微微一笑 对他说了一句我走了 便昂首挺胸迈步走出去了 他觉得我可能是随便乱做的题 但他大致扫了一眼 我前面的那些选择题和填空题 发现我做的都是正确答案 这着实让他狠狠的大吃一惊 我走出去的时候 唐宇飞也看了我一眼 不过 他丝毫不清楚我的情况 以为我对待考试敷衍了事 随便做做就提前交卷好忙着出去玩 对于这些怀疑的目光 我根本不予理会 我知道 等考试最终结果出来后 所有人都会被震撼到 离开考场 我在外面转了一会就回家了 如果我太早回家 我爸妈肯定会疑惑 我特意溜达到正常考试结束才回去 吃了午饭 我稍微灭了半小时 然后去学校考数学 数学对我而言 做起来就更快了 不到40分钟 我就做完了整张卷子 兼考数学的老师 比兼考语文的老师还要吃惊 那些同学 则是更加认定我是差生 做不起就交卷走人 我颇有一种是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的感觉 第二天考英语和李宗 我依旧是在一小时内交卷的人 考完李宗 我走出校门 刚准备去溜达一圈再回家时 一个染着黄头发的混混 就来到了我的面前 他问我是不是王远 我说是反问他找我有什么事 他呵呵一笑 说不是他找我 而是他们狗哥找我 我自然明白了 是二狗要找我 怎么 二狗打算报仇了 你费什么话 让你跟我走就走 不要裸里巴缩 他摆出一副很凶且不耐烦的样子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乖乖跟我走 那到时候我们就去你家里赌你 你肯定不想这种事情 被你爸妈知道吧 他不这么说的话 我还没下定决心 狠狠收拾他们一顿 他这么说 那我就下定决心了 我这个人一直都有底线 父母就是我的底线 龙有逆龄 处之必怒 敢这么威胁我 我一定会让他们知道 得罪我的下场有多严重 我不动声色的点点头 行 挨路吧 我跟你走 他冷笑一声 算你识相说完 他转身走在前面 丝毫不担心我趁机跑了 正如他所言 他们知道我家住在那里 就算我当下跑了 他们真想找我的话 也可以去我家那边读我 总不至于我每天不回家吧 我压根没有跑的打算 就这么跟在他后面走着 我们学校一公里外 有一家废弃的工厂 当然有一些胆子比较大的学生 偶尔会来这里藏着打牌赌钱 他带着我走进这家废弃工厂 刚到工厂一楼 我就看到二十多人围在前面打牌 狗哥 人带来了 他扯着嗓子大喊了一声 正在打牌的人 全部停了下来 齐刷刷的将目光转移到我身上 我仔细看了看 二狗和那天被我打的几人都在这里 除此之外 则是一些看着比二狗更像混混的混混 我能够大概猜测到 这些人是二狗的上级 换句话来说 他们属于一个小帮派 二狗在这个小帮派里面 算是底下的一个小头目 二狗眯着眼睛 脸上挂着冷笑 小子 我还以为你不敢来 没想到你胆子倒是挺大的 他们那天被我打的伤 经过几天的休养 已经全部恢复了 我目光毫不退让的和他对视到一起 我有什么不敢的 二狗没想到我这个时候 还敢嚣张 他偏头看向旁边一个染着红头发的男生 红哥 那天打我们的人就是他 红哥就是他们这个帮派的老大 也是我们这个区的混混头 红哥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可以感受得到 他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不屑 没办法 主要是我看着不撞 一点不像那种打家厉害的人 奈何二狗等人被我打是不争的事实 否则他根本不想出面来收拾我 他伸手对我招了招 示意我过去 我没有耽误 迈步走上前去 他看着我 非常直接的说 你打伤了我兄弟他们 这笔账 是时候算一算了 我问他想怎么算 他伸出一只手 比划了一下 五千块钱 这时我就不追究了 我爸在外面上班 一个月工资才一千 他一下让我给五千 不得不说是狮子大张口 摆明了要敲诏我 当然 我是来收拾他们的 可不是来给钱的 我也学着他的模样 伸出一只手晃了一下 你们给我五万 我可以考虑放过你们 我这话一说出口 周围的气氛都变得安静不已 一道道目光惊讶地看着我 有几个人还认为 我是不是傻了 红哥也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他用手掏了掏耳朵 还从里面掏出耳屎 你说什么 让我们给你五万 我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对 给我五万 我也可以不追究这件事情 红哥被我的话气笑了 伸手鼓了鼓掌 好好好 很好 我真没想到 你一个高中生 还敢在我面前这么嚣张 你把我当成软柿子了 二狗则是在旁边 满脸愤怒的破口大骂 小杂碎 我看你是真的想死 既然敢和红哥这么说话 我看了二狗一眼 不懈地说 你这种手下败将 有资格在我面前说话 二狗被我这话弄得一世语色 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反驳 红哥脸上的肌肉抽了抽 觉得我实在太不识相了 在我面前装印骨头是吧 行 今天还真要看看你的骨头 到底有多硬 他一边说 一边挥了挥手 似乎是下达了什么命令 那些混混看到他的手势 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 其中五个混混 满脸横肉地盯着我 非常默契地朝我冲上来 面对他们五人的攻击 我根本没有半点距离 修炼了神农天水 觉得我 早就不是什么普通人了 而是一名真正的修炼者 修炼者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 是他们完全理解不了的 等他们包围过来 我以更快的速度出拳反击 随着五道沉闷响声的传开 他们五人就抱着肚子 躺在地上哀嚎地大叫起来 红哥和二狗等人都惊呆了 这是什么情况 不应该是我躺在地上惨叫吗 怎么变成他们的人躺在地上了 那五个被我放倒得混混 满脸痛苦的同时 心中也是震撼到了极点 他们甚至没有看清楚 我怎么出手的 就直接被我放倒在地了 红哥不愧是领头羊 这小子有古怪一起上 二狗等人一窝蜂地朝我包围上来 我还是非常游刃有余地出手对付 短短不到三秒钟 十几人就被我踢翻在地 只剩下红哥一人还站着 红哥惊恶地嘴巴大大张开 塞进去一个鸡蛋都不成问题 打死他都想不到 我实力会厉害到这种地步 我盯着他 一步步朝他走过去 他被我的强大气场震慑到了 整个人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双腿都开始不听使唤了 这个时候 他其实是想转身逃走的 奈何没有力气迈开双腿 我来到他面前 目光和他对视到一起 从他的眼里 我已经可以感受得到 他对我充斥着非常畏惧的情绪 好像担心我把他怎么样了 我也确实没有和他客气 伸手抓住他的衣领 把他整个身体往下一拉 然后我屈膝朝上一点 我的膝盖 不出意外地顶在他肚子上 随着一道沉闷声的传开 他口中发出一道惨叫声 抱着肚子就蹲在了地上 我还是觉得不太解气 又对他们拳打脚踢 结结实实地把他们揍了一顿 在我揍的时候 他们不断叫喊知道错了 让我不要打了 再打就要打死人了 我自然不可能真的把他们打死 这样我也会违法犯罪 所以 我下手的时候 都是掌握好分寸的 把他们打到半死的程度 我才停手下来 现在知道错了 我吹了一声口哨 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居高临下地服侍他们 错了 错了 我们知道错了 大哥饶命 在红哥的带领下 他们集体给我认错道歉 不敢展露出半点不满的情绪 我又问 还要去我家里读我吗 红哥连忙摇头 不敢 不敢 大哥 以后你就是我们大哥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的实力 彻底把他们打服了 他们在我面前 早已没了半点嚣张的勇气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这个时候 我让他们做什么 他们就会做什么 绝对没有胆子 忤逆我的意思 我看了他们一眼 想当我的小弟 想跟着我混 红哥迅速点头 想想想 大哥 以后我们都是你的小弟 全部跟着你混 这个世界 始终是实力为王 我的实力比他们强 即便我年纪没有他们大 即便我还是一个高中生 他们也必须向我低头 我罢了罢手 行了 我还要参加高考 你们继续会你们的 不过 我先给你们强调一下 别再让我知道 你们收学生的保护费 否则我借你们一次 就打你们一次 我这个人 做事情很有原则 说到就会做到 不信的话 你们尽管来试试 说完这句话 我没有耽误时间 非常潇洒地转身 离开了这家废弃工厂 以我的实力和能力 我根本不需要 这些小混混到我的手下 他们做我手下 我只会嫌弃他们蠢和笨 虽然我没承认收他们 让他们有些失望 但看到我走了 他们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至少 可以确定的是 这回我不会继续打他们了 红哥非常艰难地 从地上爬起来 二狗等人也跟着爬起来了 红哥看着他们 义正言辞地说 你们都他妈给我听好了 以后谁再去收 那些学生的保护费 那老子就先弄死谁 二狗等人哪里敢反驳 脑袋点得比小鸡着米还要快 他们已经见识过我的手段了 就算红哥不给他们强调 他们也不敢再去收学生的保护费 省得被我发现了 他们又要吃不多着走 这一圈来耽误之后 我看已经差不多到时间了 没有在外面逗留 迅速回到了家里 今天柳如烟有航班要飞 没有在家里 明天才休息 这样也好 毕竟我们今天才模拟考试结束 今天成绩不可能得出来 最快也要明天才出成绩 等他明天休息在家 我正好拿着模拟考试的成绩 让他请我吃晚饭 我爸妈问我今天考试怎么样 我告诉他们 考得非常好 绝对可以有一个好的成绩 对我的回答 他们不以为意 直到我在宽慰他们了 我也没有过多去解释 吃了晚饭就回房间了 虽然眼下不需要学习了 但我还得修炼神农天水诀这部功法 今天如果不是我修炼过神农天水诀的话 那我肯定不可能轻松收拾得了 红哥和二狗等人 指不定还会被他们收拾得很惨 所以 接下来的时间 我都会修炼神农天水诀提升实力 一晚上很快就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 我去到学校 刚进教室 张达就对着我说 兄弟 你可以啊 我问他什么可以 他说教卷 他们都知道我教卷很早的事了 我愣了一下 想来应该是唐宇飞传开的消息 毕竟 考试的那间教室 我们班只有唐宇飞和我在 别的同学都不在 我不知道唐宇飞传开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 但我也不会去在意这些 反正今天公布成绩时 所有人都会对我刮目相看就对了 我伸手拍了拍张达的肩膀 笑着说 题目太简单了 不值得我浪费那么多时间去做 张达对着我竖起大拇指 论装笔 还得是你 我哈哈一笑 没有再多说 上午的前面三节课 都是正常上课 直到第四节课 班主任与小婷走进教室 大家都坐着身体 脸上露出了期待的表情 大家都知道 这节课就是公布模拟考试成绩的时候 其实正常情况下 这样的考试 批改试卷是没有那么快的 但由于这是最后一次模拟考试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得出成绩 所有老师昨天晚上都熬夜 加班加点的批改 很多老师熬了一个通宵都没睡 终于还是把模拟考试的成绩统计出来了 于小婷走进教室的第一时间 就是将目光看向我 这个细节 可能别的同学没有注意 但我却是注意到了 我非常明白他这个目光的含金量 这就意味着 我考出了非常好的成绩 让他足够引起重视的成绩 他将各颗卷子放在桌子上 对着大家朗声宣布 各位同学 模拟考试的成绩 经过我们全校所有老师的努力 已经全部统计出来了 你们的试卷也全部批改完毕 今天这节课 我们不上课 主要就是给你们发卷子和说成绩这一次 我们班有个同学的成绩 让我非常意外 也让别的老师非常意外 甚至是让全校老师都感到意外 当他说到这里时 大家的好奇心都被勾到了极点 在此之前 我们班的同学 从来没有得到过全级第一 但这次 全级第一花落在我们班了 此话一出 全班都发出了哗然的声音 谁也没有想到 全级第一这样的成绩会出现在我们班 虽然我们班的学生平时成绩也不差 但不管怎么考 都考不过尖子班的那几个人 全级第一 一直是那几个人轮流去做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开始朝唐宇飞看去 唐宇飞是我们班的班级第一名 最好的一次 也拿过全级第五的名次 如果说我们班有谁有机会 考到全级第一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就是唐宇飞了 除了他以外 别的同学都不可能有机会得到 面对大家的目光 唐宇飞自身也有点懵的感觉 他承认 这次模拟考试 他是发挥的不错 但也就和往常的模拟考试一样 属于正常发挥 而不是超常发挥 更何况 就算是超常发挥 也不见得就能考得过尖子班的那几个人才对 毕竟 以往的模拟考试 他和那几个人之间 可是相差了至少三十分来着 这样的分数差距 哪里是那么容易弥补回来的 可正如大家心中所想的一样 他一直是我们班的第一名 如果不是他的话 谁还有机会考全级第一呢 他心里暗暗猜测 难道这次模拟考试 尖子班的那几个人 集体发挥失常了 所以给了我得到全级第一的机会 虽然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但现在也只能往这种可能性上猜测了 好了 大家都安静下来 分数和成绩 我马上就会公布的 你们也不用胡乱猜测了 与小婷见大家热情高涨 只好开始公布 这次模拟考试 我们班的第一名 也是全年级的第一名 这位同学是 他故意拖了一个长音 卖了一个关子 就在大家以为 他会说出唐雨飞的名字时 他却说出了我的名字 是王源同学 整间教室都在这个时候 陷入了一种鸦雀无声的状态 如果不是与小婷的声音比较大 那他们都会以为他们听错了 下一刻 一道道目光非常整齐地朝我转移过来 我可以清楚看到 他们脸上都布满了极度的震惊 很难以置信 我不是班上的吊尾车吗 我不应该是倒数排名吗 怎么直接逆袭到班级第一名 而且还拿下了全级第一名的地步 这真的不是在和他们开玩笑吗 旁边的张达 更是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身为我的同桌 兼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 他更加清楚我的成绩是什么情况 模拟考试之前 我给他说我会考出非常优秀的成绩 他还不相信 觉得我是在吹牛说着玩 这会亲耳听到班主任宣布成绩 宣布我是班级第一 全年级第一 他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这对于他来说 可谓是比重彩票还要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面带笑容 非常淡定地坐在位置上 仿佛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中 与小婷看着我 对我表示恭喜的同时 我也可以看出 他眼神深处的那种震撼 没办法 主要是我以往的成绩太差了 从班上的倒数 一下成为全年级的第一名 这给人的冲击着实太大了点 我的成绩出来时 校长等人都分析过 分析我是不是抄袭 但很快他们就否定了 如果我抄袭的话 我抄袭谁的呢 我前后左右做的同学 虽然有成绩好的 可成绩也就全年级前100名的样子 这种情况下 我能把自己抄成全年级第一名 那真是有鬼了 而且 兼考我那间教室的几个老师都说了 我是第一个教卷的人 每一科都没超过一个小时就教卷了 更加排除了我抄袭的可能 模拟考试的卷子 又是从教育局那边发下来的 我家是普通家庭 根本没有教育局的关系 也不可能是我提前知道卷子和答案 约小婷拿着我的几张卷子 从讲台上走下来 来到我的面前 王源同学 你除了语文被扣了一分以外 别的科目都是满分 真是太厉害了 这下全部再次发出了哗然的声音 唐宇飞翘脸上同样布满了惊乐 不敢相信地看着我 这就意味着 750分的满分 我考出了749分的成绩 如果高考的时候 我都可以有这种成绩的话 那别说是省状元了 直接是全国状元了 于小婷很好奇地问我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早就想好了借口 笑着说 于老师 其实以前我一直有认真努力地学习 但我考试都是故意考试的 现在是最后一次模拟考试了 我不想低调 不想隐瞒了 拿出了我真正的实力这样的借口 听起来很扯淡 谁会故意隐藏实力三年时间 可相比起我考出的成绩 他们又觉得非常合理了 因为 不这么解释的话 那我的成绩更解释不了 他非常高兴 满意地点点头 好 非常好 希望你不焦不燥 再接再厉 争取在高考上 也可以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我点点头 伸手借过卷子 好的 于老师 我会努力地下课之后 我没有耽误 迅速回到家里 把卷子拿给我爸妈看 我爸妈第一反应就是觉得 我弄虚作假来欺骗他们 还说我小小年纪不学好 竟然学着撒谎 我赶紧让他们打电话 给班主任求证 他们见我这么认真 也就给班主任 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班主任告诉他们 这是真的 我没有弄虚作假 确确实实考出了 749分的成绩 拿下了我们学校的 全年级第一名 轻耳听到班主任老师这么说 这可把我爸妈高兴坏了 当即决定 今天给我弄大餐吃 我告诉他们 不用给我弄大餐 我要等刘姐回来请我吃饭 没过多久 刘姐就下班回来了 我把卷子给她看 她的第一反应 和我爸妈一样 也是不相信 我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 她直接找我爸妈求证 轻耳听到我爸妈承认 她才接受了这个事实 也是问我怎么做到的 我同样告诉她 是我之前故意隐藏实力 故意不考好 虽然她还是不愿意相信 但事实摆在眼前 她不信也没有办法 这也意味着 她打赌输给我了 我让她请我吃大餐 她没有任何拒绝 欣然同意 简单收拾了一下 我和她出去吃晚饭 结果非常凑巧地 遇到了唐宇飞 唐宇飞没想到 我身边跟着 这么好看的一个女生 竟是开始有些吃醋了起来 以往她根本不会 把我这样的插声 放在眼里 但我考出如此优秀的成绩 她对我只剩下崇拜和喜欢了 刘姐也注意到了 唐宇飞看我的眼神不一样 还特意表示 我们合作在一起的 我不知道刘姐是什么意思 可能是想对唐宇飞宣布主权 总而言之 这次过后 我可以百分百确定的是 刘姐和唐宇飞都喜欢上我了 她们开始不断围绕在我身边 向我明着表达爱意 我不知道应该接受谁 她们实在让我很难抉择 但我知道 我要发展属于我的事业 上天让我拥有了特殊的能力 可不是让我谈恋爱浪费的 高考过后 我就开始用特殊能力赚钱 很快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公司 事业越来越好 唐宇飞和柳如烟 也一直跟在我身边 从未离开过我 全文完 请不吝点赞订阅